現在我們看到簡報70頁的氣象資訊 老實講這一塊 它包含的資料真的也蠻多的 您可以看到包含的就是 這個即時的氣象 空氣品質、天氣預報、地震、水庫、水型、雷達回波 通通都有 所以它也可以把那個雷巴圖 就直接顯示出來 因為氣象局 它就把它直接變圖檔 所以它就是把那個圖片塗出來 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回到這裡 剛剛這個我們也可以先等一下 就先停止 一樣它是屬於擴充的功能 氣象資訊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 那我們首先當然你要跟它講我要取得什麼資料 來 我就放進來 你取得的是什麼資料 下面的積木就是找相對應 你今天屬於空氣品質的 下面就是拿空氣品質的積木 那如果你是即時觀測的 或氣象預報的 這邊都可以改 那麼 你看到簡報下面這個是它的 範例 如果 是屬於所謂的 天氣的 就是你看 空氣的要綜合品質 然後 即時天氣描述 未來的天氣預報 有沒有發現字都很多 所以如果你只是需要 比如說我要PM2.5 我只是需要像那個 就是 溫度 拿一個層次的溫度 你可以只取那個數值就好 不用抓那麼多 不用抓那麼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這邊我們先做那個 空氣品質好了 然後我就來 告訴他 我有一個 這個變速我就把它丟掉 就不要抓 我們上面 這個丟掉 你看我們這裡 氣象資訊 你找找看 有沒有發現我們在下面這裡 如果你找空氣品質 這裡是不是就只空氣品質了 所以你要找相對應的 你不能空氣品質 你去抓即時觀測 所以這個你要對好 那我現在找空氣品質的把它拿出來 我放在這裡 那你就找到 我們的地點 來 台中的 好 沒有陸槓 陸槓沒在裡面 OK 好啦 我先找南投好了 髒話啦 我們就大髒話地區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可以直接選 你要哪一個而已 就不會說一次那麼多啦 除非說你只是一個很單純的描述性的 但是如果我要比較 精準數值的記錄 我就用這個來記錄 我找PM2.5 OK 那我可以同步 再把下面這邊 既然有PM2.5 就順便記錄下 AQ1的指數 然後呢 我再記錄一下 我們的 那個 胃氧化 瘤好了 胃氧化瘤 這個 那一樣的我就寫進去囉 來執行 所以 我們來看看這裡 他所取得的 有沒有要進來 現在是 變成 對不對 只是說真的 這個電話是沒有那麼快的 所以其實你一秒鐘取一個 基本上 沒有什麼太大意 我們都會大概 一分鐘甚至五分鐘 十分鐘 再去抓一次 那你這樣就可以 抓完整容就可以做統計 你可以用圖表出來 OK 所以 天氣的部分 還OK嗎 其實就是讀資料而已 它就是JSON的資料 然後去 Open Data那邊直接撈出來 只是我們把它轉換成 就是 電腦上 比較方便圖的資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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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